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PC是做什么的 那么对于业务程序来说呢 它需要与网络交互的地方就需要使用RPC 它会让远程调用像本地调用一样方便 同时呢 RPC帮你做好序列化连接处理和异常处理相关工作 把网络呢藏起来让RD呢专注在业务代码上 那么对于业务程序来说什么是好用的RPC呢 首先这个RPC一定要具备更友好的一个接口 同时它要具备更可靠的服务 这个标准呢就是它要能够经过生产环境的考验 提升业务开发的这个维护的一个效率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RPC需要具备一个更好的延迟跟吞吐 需要在生产环境中真正的做到高兴的 那么对于这三点呢 BRPC做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详细的一些介绍呢 大家可以去GitHub的官网上去看一下 这个BRPC的一些详细的更详细的一些介绍 那么对于BRPC来说呢 它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它的性能 对于同类RPC相比呢 它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主要体现在呢 它在吞吐平均延迟跟长尾的处理上 都表现得非常优秀 那么右头呢 是我从GitHub上截的一张图 当然据详细的测试呢 大家可以去GitHub的官网上去看 这张图呢可以说明就是BRPC呢 它的性能 领跑同类的RPC框架 它的QPS延迟都非常好 那么BRPC性能做得这么优秀 那么它的一个设计方面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它最重要的一个设计考量就是 RPC必须能够处理长尾 避免长尾请求对于正常请求的一个影响 那么为什么这个设计原则对于RPC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BRPC它真实的考虑了生产环境中 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呢 任何系统都可能存在长尾 所以必须要处理这种长尾隔离请求之间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许多同类的这个RPC框架呢 它们自己的benchmark测试里面 其实也声称自己的性能也很好 但是实际在生产环境中使用呢 就未必有很好的性能 就是因为RPC呢 这些RPC在测试的时候呢 并没有真实的考虑实际线上的环境 并没有模拟这种长尾的这种RPC请求的情况 测试的过程中呢 更多的去追求这个数据 假定了每一个RPC的这个请求呢 处理时间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场的环境 那么BRPC 它的一个设计目标呢 就是我1%的长尾 要能够只影响1%的请求 不能说1%的长尾 影响了10%的请求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对于这种要求呢 BRPC充分的考虑了两种线程模型 就是第一个是多个独立线程 第二个是多线程协作 那么它们的区别是啥呢 就是多个独立线程的意思就是 我每一个线程处理一部分RPC请求 那么这个一个RPC请求呢 一旦进到这个线程里面 那么它的全生命周期都在这个线程里面去处理 就类似这种polling的结构 那么BRPC的这种 如果是这种设计结构呢 那我们都考量主要是什么的 就是我们的RPC请求 它的处理时间一定要是可预测的 那么这体现代的这个RPC本身呢 它的处理和对下游的访问都要是可预测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业务模型呢 那么一个RPC请求呢 它不会说出现阻塞的情况 不会造成后续的RPC请求呢 这个无法处理 那么这样呢 就是独立线程轮循处理呢 可以显示过提升CPU的使用效率 这是第一个线程模型 那么第二个线程模型呢 是多线程写作 那么它的一个使用考量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业务模型里面 存在这个RPC请求 它是一种难以预计的 它存在难以预计的这个线程抖动 或者它是一个大请求 或者说呢 对下游的访问呢 它是不确定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就适合使用这种多线程写作的模式 那么我们将 如果是说到这样的请求呢 我们把它丢到一个单独线程里面去处理 然后呢 后续的RPC呢 由其他线程去处理 这样呢 就是避免说一个大请求呢 会导致后续一堆请求被延迟 这是这两种设计模型的一个考量 那么这两种设计模型 它究竟在考量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在考量 就是干正事的时间 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干正事的时间 跟线程跳转的时间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RPC我的处理时间是可预测的 就它不会出现显著的阻塞 那么我肯定是希望这个干正事的时间越多越好 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线程跳转 线程期化这些中断 越少越好 所以就适合用这种第一种独立 第一种线程模型 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存在这种大请求 或者说是不确定的 处理时间不确定 那么就是我肯定是希望牺牲一点线程跳转的时间 就是我哪怕有点中断 有一点线程期化也没关系 但是我至少要保证就是说 不能因为这一个请求影响了后续所有的请求 那么所以BRPC选择了后者 就是为了避免请求之间互相影响 它充分的考虑了实际线程的请求之间的一个隔离的情况 那么它的请求级的线程跳转是BRPC必须付出代价 OK我们来看一下BRPC对线程跳转的一个极致的优化 那么首先BRPC使用了一个Bthread的线程库 Bthread的线程库是一个M比N的一个线程库 就是M个Bthread映射到了N个Pthread上 那么首先就是大家可能会想 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说一个RPC用一个Pthread呢 这样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虽然我们充分的利用了CPU 也不会出现阻塞的情况 但是就是说我们的CacheLocally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Pthread 不同的Pthread在不同的CPU上处理 那么就是这样这个CacheMiss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如果是图中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1比1N比1 实际上就是说都是只有 无论是1还是N 无论是1比1还是N比1 Pthread都是1 那实际上跟多个独立线程也没什么区别了 中间只要有一个任务发生阻塞 但还是会阻塞 所以Bthread充分的在CacheLocally 跟CPU的Scalability 这两点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充分的Trad off 就是说我既保证就是说我要充分利用多CPU的能力 多CPU能力 同时我要保证应用的CacheLocally 就是说我这个应用的是大量的Bthread 映射到少量的Pthread上 就是要保证了这两者的Cache跟CPU利用率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权衡 这个是Bthread的线程库 Bthread的线程库就是除了这考量之外 它本身的代码设计也是非常优秀的 就开一个Bthread基本上是一个纳门级的一个时间 就是开销已经优化到了非常极致的这么一个优化 然后就是一个Bthread的RPC级别的Bthread 这个是一个隔离RPC请求的一个关键手段 就是说这个机制非常复杂 就是这个图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理性的介绍 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代码当中 因为是多线程协作 所以说非常有可能出现说多个线程 同时对一个Socket进行写RPC请求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 我们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想我加个锁 然后加个锁就会涉及到一个等待的问题 就涉及到一个等待的问题 所以这个开销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那么Bthread里面实际上用了一个单链表来实现这个Bthread 实际这个机制非常复杂 这是一个简单的示意 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线程 它写了123这个三个情形 那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对这个链表进行一个翻转 变成321进行一个翻转 然后进行发送 按顺序123进行发送 那么后这个过程中就处理的过程中 如果有其他线程想继续写RPC请求的话 那么它会做一个检查 就是它发现这个链表正在被人写 它会直接把这个请求链到这个链表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6这个纸箱 123正在发 45可能是别的线程正在网里写 这个时候就是发这个线程和网里写的这个线程 其实是互不影响的 操作了不同的部分 然后这个第一个线程它写完123之后 它会再把链表进行翻转 然后继续写45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 实际其实比较复杂 大家可以去看BRPC代码 这个是写方向 那么收方向实际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在接收RPC的时候 它是收一个RPC后 创建一个B-3的处理 但这个处理它是用了一个比较小巧的设计 就是说它收到这个RPC请求以后 直接在本地的B-3处理这个RPC 保证这个Cache CacheLocally 然后它会把EPO监听的Event Dispatcher 丢到另一个B-3 利用B-3这个Steal Link这个技术 放到别的B-3里面去运行 充分的保证这个本处理的RPC的CacheLocally 然后我们做了对BRPC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设计 做了一些简单介绍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BRPC我们重新review一下 它是一个设计方面的一个考量 就是说BRPC因为它是在很多年前设计的 那么多年前BRPC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业务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BRPC的设计考量 在现有的业务文件下是不是仍然适用呢 这个我们来复盘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RPC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业务背景下设计出来的 那么首先RPC可能很大多是一个多线程同步的方式发送 因为多年前RPC可能主要是用大搜 大搜这个业务它本身也是多线程同步的去发送 它要等后端去返回这个请求的响应 才会进行后续的处理 那么同时就下游的处理的时间往往是不确定的 对于我们比如对于我们检索服务来说 后端的集群的机器可能一个请求要经过上 就是很多台机器 十几台甚至是上百台机器 所以这个处理时间是不可预估的 所以这个RPC的处理时间很长 而且都是大请求 处理时间不可预估 而且在多年前 就是大概十年前 网络还没那么快 那么十年前可能我们刚刚铺开万兆的这个环境 这个物理网络的环境 那么我看一下现在的业务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现在业务背景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业务模型 比如说我们的云盘业 我们的服务网格 这些业务其实它的网络文化往往是独立的 那么独立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从上游接收这个请求 然后转发给后来 所以说这个RPC的处理时间是可预期的 那么它的服务请求往往是异步的 就下游的处理时间也是可控的 这一点就跟大概十年前的一个业务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的处理时间可控 然后下游处理这个服务是异步的 请求是异步的 同时也是一些我们的网络 还有PCIE带宽 存储值的技术的革新 带宽越来越大 所以这些已经不是瓶颈了 那么我们通过云盘的业务来看一下 就是BRPC的一个设计考量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模型下 是否能来使用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云盘的业务 那么云盘的业务 首先在这个计算节点上 虚拟机实例如果想访问云盘 它会将这个请求交给这个本机存储agent去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存储agent 其实就是网络模块 它把这个网络跟这个实际业务给分开了 那么已经存储agent 解析这个存储IO之后 它会封装RPC转化给后端 这个过程是异步的 首先这个过程变成异步的 后端存储机群 存储server处理这个请求 如果是写请求的话 它往往是异步的 就是它是异步写 它如果是写盘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写一个盘可能会比较耗时 是吧 这个处理时间是不是又不可预期了 但是现在的处理 就为了尽快的把这个IO返回 实际上它的请写请求是异步的 就是它会IO先行返回 然后后续慢慢 然后再把这个请求 写到这个盘进行写盘操作 对于读请求 读请求 那么我们可能会设计到一个读盘的操作 那这时候一定要读盘了 但是我们后端存储server 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技术升级的 就是我们的存储介质 实际上是很 时间已经变得很低了 就是不再是10年前的存储介质 它可以保证的 返回的时间非常低 同时我们在存储信息内部 也使用一些高性能的网络通信技术 比如说使用ADMA 那么这个通信息效率是很高的 实验很低速度很快 所以说我们复盘一下 这个已经存储的业务 就是说我们 首先我们存储agent 它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异步的 不会因为一个慢IO影响其他IO 那么第二点就是存储agent 是一个转发类型的组件 RPC的处理时间 相对显示是可控的 那么同时我们的高性能网络传输技术 存储介质跟异步的处理 也保证了我们下游机群 处理时间是可控的 那么在这种业务类型下 我们再重新复盘 我们是使用多个独立线程 还是多线程协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实际是多个独立线程 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多线程协助 在目前已经不适合 其实不适合我们的高性能网络了 那么这里面其实又引入了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高性能网络 就是为什么高性能网络 会催生我们BRPC的性能要提升 那么首先从业务本身的诉求来看 就是我们实际上的业务 我们跟10年前不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AI计算 离线计算 我们的服务网格 我们的存算分离架构 那么这些业务模型和架构模型 实际上对我们的实盐 物理网络的实盐吞吐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我们的以前的网络 以前的这个RPC的处理性能 已经实验已经不能满足 我们现在的业务的要求了 就是我们的业务要求 倒逼我们必须要升级 我们的网络和组件 网络组件 这是第一点 业务诉求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存储技术 和我们的网络技术 就存储设备在带宽和实验方面 性能已经超过网络了甚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存储的硬盘的实验 已经从毫秒级 到了目前的一个微秒级 甚至小于一个微秒 带宽已经从百兆到了几十G 大笔这个规模了 这个性能了 那么网络和系统内部总线的PCIE带宽 在实验方面差距也逐渐缩小了 那么我们从网络带宽 从千兆万兆 甚至到现在的百G时代 我们的带宽 我们的网卡带宽跟PCIE带宽 已经基本上是旗鼓相当了 也就是基本是一个同数量级的一个情况 那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的路已经是高速公路了 但是我们的发动机还是拖拉机 那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是吧 就是我们的多线程协作的方式 就会导致我们的发动机 就是工作的没有那么好 效率没有那么高 导致我们这样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发动机 跑在高速公路上 就是我们的存储介质网络 都已经性能都这么好了 但是你还是一个很差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肯定这个性能是对业务是没法接受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线程跳转 就说回来线程跳转 对这个性能影响其实已经不能忽略了 因为所有的组件都升级了 性能跳转对这个性能影响已经不能忽略了 那我们再来看复盘一下云 云盘业务的性能瓶颈 我们看看到底出现在哪里 首先我们虚拟机实力和云村主agent的这一侧 就是通信使用的是Vhost user的技术 就是我们的VoltaIO后端 实际上已经完全实现到了用户态 就是那么在以前的时间前 其实我们的虚拟机的要向VoltaIO后端 还需要通过Vhost kernel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还是得通过内核转移到 转到云村主agent 那么我们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首先这里面有一个VoltaIO后端的一个升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后端存储机群后面 继续内部网络通信使用高速的RDMA技术 实际效率很高速度很快 同时我们的存储介质也升级 使用了SSD AEP这种高性能存储介质 刚才也介绍过了 食言性能都非常好 然后我们同时我们使用了SPDK 这种用户态高性能的存储套件 然后我们的服务器的接入带宽 从万兆已经到了百G这么一个规模 我们的DCN内部带宽 就是我们的DECenter Network 就是数据中心网络的内部带宽 已经到了400G这么一个级别 数量比也从3比1到1比1 就是说我们的路 我们的路已经铺得很宽了 然后同时我们在云存储云盘这个业务的路径上 各个环节其实都做了技术升级 都做了技术革新 唯独我们的BRPC仍然在使用内核手法包中断 线程切换这些数据拷贝 所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性能瓶颈了 这里就是总结一下BRPC的性能瓶颈 就是内核协计战手法包 线程切换的开销中断的开销 所以它的cash mix非常严重 数据拷贝也非常多 所以我们的BRPC改造设计 实际上是做了这三点改造 首先第一点是我们的BRPC 使用了用户台TCP以及DBDK的一个开外套件的一个技术 然后从对线程模型进行了改造 我们使用了全Polling的线程模型 那么基于这种线程模型 我们对BRPC进行了代码进行了裁剪优化 同时第三点我们对BRPC 也是接入了一个RDMA的使用 进一步提升它的吞吐 将近它的实验 首先我们来看BRPC加用户台TCP加DBDK 这里面我们的用户台程序 BRPC TCP DBDK使用一个全Polling的线程模型 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的模块 全部在一个线程中轮行处理 这个工程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这工程中没有线程切换 没有中断 没有内存拷贝 避免跨线程的访问资源 保证了cash local 就多线程之间不会共享资源 同时为了实现这个技术 我们配合网卡 Flow Direct实现连接一致性 保证一条TCP连接 只在一个线程当中去处理 那么如果适配这种线程模型 BRPC需要做哪些适配呢 首先BRPC 首先需要改造一般的dispatcher 需要重新实现 那么我们接收RPC 不必新建Bthread去执行了 我们直接原地执行就好 而Bthread的库我们也不再使用了 改为直接执行 就是Bthread的sealing这些复杂的调度 涉及到Bthread这些复杂的一些使用 我们都不再使用了 简化了很多代码的处理 同时对于hascheck 就是经常检查 我们也是注册任务 到线程中中去处理 而不是开Bthread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BRPC的一些改造 这里面我们也是 移植了用物态TCP 实现了用物态TCP 同时使用DVDK这个技术 然后线程模型改造完之后 我们需要对BRPC进行个彩景优化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对BRPC 进行个彩景优化呢 因为我们线程模型发生了变动 那么在BRPC之前的线程模型当中 线程的协作需要复杂的一个线程同步 因为多线程 那么肯定需要一个线程同步的问题 那么我们线程模型改成全坡灵以后 线程间不存在资源共享了 那么无需线程间同步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对BRPC一个序列化 进行了一个优化 那么我们选用了更高效的一个序列化组件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就是BRPC采景优化 这里面我们做一个代码的一个讲解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在BRPC当中 就是我们原子变量的一个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函数 这个函数熟悉BRPC同学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他是希望通过一个ID去拿到一个socket的地址 拿到一个socket的结构 这个函数就干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socket的结构它是在BRPC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这个socket不是我们平时说的Linux套件字的socket 是BRPC自己定义的socket 那么这个函数是要通过ID找socket 然后放到指针里面去翻个用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做了哪些复杂的操作 首先它通过ID就是获取socket 这个ID首先大家注意 这个ID实际上是一个64位的无符号整形 那么它们高32位是一个版本号 这个socket是一个版本号 那么第32位是它的一个数股下标 那么这里面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socket这个结构是怎么申请的 那么就是为了提升性能 我们不可能说 不是说是BRPC里面 不是说是我用到这个socket 不是说我用到这个socket 我才去现申请 那么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socket实话操作 就是在BRPC启动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预先分配好了一个大数组的socket 那么就分配好之后 这个数组下标就是ID 就是说它的第32位数组下标 表示的就是这个数组 这个socket在这个数组当中的位置 那么高32位是一个版本 版本号从0开始往上找 那么我看这一步 就是首先从ID单中提取出数组下标 根据数组下标 找这个socket结构 找这个socket结构 然后这个socket结构 我们是做一个引用技术的一个相加 这里面又涉及到了一个原子变量 这个原子变量 大家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Gordon引用技术 就是它也是一个64位的原子变量 高32位也是版本号 第32位是socket的引用技术 那么这里面 因为你进来之后要操作这个socket 所以都是先对引用技术进行一个加1 我们加1返回的是加1之前的引用技术 返回以后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提取一个 把它高32位拿出来提取出一个版本号 那么这里面是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说这个socket池当中的socket结构里面的版本号 跟你这个ID里存的这个版本号相不相等 如果相等说明什么 说明我现在此时此刻提取出来这个socket的版本号 跟当初我分配给你的版本号是一样的 一样的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socket没有发生一些异常 比如它没有被set field 没有失败 没有发生异常 也没有被回收 也没有被别人用 那么这个时候就直接把这个socket返回 返回给用户就好了 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然后如果不相等 不相等说明什么 不相等说明这个socket发生了一些异常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不能用 不能用 我们就把这个socket首先引入技术减一 因为刚才加一了 所以要减回去 减回之后我们还是提取这个引入技术 引入技术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大于一 如果是大于一说明什么 就大家知道这个引入技术在申请的时候是一 申请这个socket的时候就是一 大于一说明这个socket正在被其他现场持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操作了 直接返回 如果等于一等于一我们再提取这个版本号 那么这个版本号这里有一个与一操作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判断这个版本号是不是基数 为什么要判断是不是基数呢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版本号它是从零开始 它是setField加1然后回收加2然后被别人用了再加1 所以说如果这个socket是偶数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socket没有发生异常或者说是已经被回收了没有被别人使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做处理了这个时候IOS直接反复我们就不要做处理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如果它是基数说明什么呢 它是setField就有可能它是一个失败的异常的情况 也有可能它被回收乱是被别人用了 被别人用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一下这个版本号 判断一下版本号 如果是相等说明没有被别人用 没有被别人用加1说明是setField 注意这个版本号的一个判断 它肯定不属于说是被别人用的那种情况 要么是异常的要么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操作它就把它进行一个回收操作 如果是被回收被别人用的就是加3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也不能处理它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操作实际上非常复杂 判断了很多种情况 而且涉及到很多原子边量的一个增减操作 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说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做现成改造了 做了现成改造 不存在多个现成操作同一个socket的情况 其实这些复杂的判断都不用了 我直接从ID直接从池里拿了就反复就OK了 我判断一下版本号直接判断就好了 对不对 就不需要后面这么多判断了 那么类似这样的操作在BRPC里面非常常见 就是BRPC里面处理这种现成同步 做这些复杂操作非常常见 回到我们的PPT 就是socket和controller和channel里面 均有大量的原子变量操作 就是这个原子变量操作实际上非常多 那么如果不考虑在现成同步之后 很多复杂的逻辑都可以减化 实际上我们是对BRPC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裁减优化 大量的裁减优化 裁减优化讲完之后 裁减之后讲完我们讲一下序列化优化 序列化优化是为什么的 就是BRPC它使用的序列化是Protobuf Protobuf这个序列化 它的优势是 它是有一个出色的数据压缩能力 就是说当对数据进行序列化的操作的时候 那么它会把这个数据进行压缩 极限情况下它可以压缩50% 减少数据量 但是它缺点就是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很重 这里面它稍微说一下为什么需要序列化 为什么需要Protobuf 所以我们的数据就是要想发给对端 实际上它是需要一定的格式的 需要一定的格式 这些格式实际上它每一个对应到代码里面 它每一个段内存可能是不延续的 那么就需要我们的序列化 把这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字节流 发给对端 那么对于一个出色的序列化工具 首先它要一定能够具备一个很好的性能 那么对于Protobuf来说 它的优势是它的压缩能力很强 数据量小 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能节省这个性能 因为数据量少了 也能提升性能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序列化反击化很重 因为它要做很多复杂的压缩的处理 所以它很重 那你前端压缩了后端就一定要减压缩 这个处理是很重的 那么我们也是调研了一款新的一个开源 这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序列化组件 也是谷歌的一个开源的 就在它一个官网 Flightbuffers 那么它这个序列化工具 它的优势是它的反序列化效率很高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它是它序列化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插入了一些索引 那么反序列化的时候 直接根据索引 找了内存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是反序列化效率非常高的 它相当于只通过索引读了一下 而没有做复杂的一个解压缩的一个操作 那么它的缺点是它的序列化数据偏多 数据量基本上是一个翻倍的 就是比如说我100字节 我序列化以后可能变成200字节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反序列化的时间一个对比 就是ProBuff和Flightbuffers 在无论是在几字节 百字节和百k字节 一个序列化的反序列化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Flightbuffers 都是几乎是小于1秒 1秒 1秒的时间就可以 对一个百k字节的一个数据 做一个反序列化 但是ProBuff 大家可以看到 数据越大 反序列化时间越长 甚至到百k字节的时候 这还没有上兆 没有上兆的数据 已经到毫秒级了 这个在一些游戏 对时间要求低的一些业务当中 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开销太大了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选用Flightbuffers 可以充分的提高我们的反序列化 这个效率 这个我们也是测试了 确实对性能有很大的提升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Flightbuffers 然后经过上面的改造 实际上BRPC就是我们的改造的目的是助力业务实际性能提升 就是说就是帮助业务实际吞吐 我们在云云存储这个场景下 在云云存储agent和后端 我们前后端使用的BRPC改造版本 实际上我们的LPS这个性能吞吐提升了300% 性能是翻四倍 而极限实际的降低50%这个性能提升也非常明显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BRPCRDMA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为什么需要BRPCRDMA 就是说因为首先某些业务它的实际延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说就是用物态协计站 就是可能它是把用物态的这个 它是把TCP IP协计站的放到用物态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图 就是说用物态TCP 它只是把TCP IP协计站的放到用物态 但是本质还是CPU处理 但是RDMA它是把鞋箱的携带到了网卡上 所以说它的处理效率更高 实验更低 吞统会更大 所以说对于某些业务 比如AI计算这些场景 是一些高性能的一些存储场景 并行文件系统这些场景 它对实验要求更低 那么这些业务就有可能 它想使用RDMA这个诉求 那么怎么用呢 就是说业务程序怎么用RDMA呢 那么它肯定是希望方便的去使用RDMA 所以说我们这个RDMA 接入BRPC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业务方便的去使用 我们的高性能网络 使用这个RDMA 那么这个架构呢 就是说对于业务程序来说呢 仍然是暴露了BRPC接口 但是我们BRPC下面呢 是接入这个 除了自研的用物态TCP协议站之外呢 我们还接入了商用RDMA 就我们的ManLoss这个RDMA 可能还会接入未来 接入其他的一些传入协议 那么BRPC接入RDMA 会有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一个内存管理的问题 就是RDMA发送和接收数据呢 内存必须是提前注册好的 注册内存呢 耗时时间非常长 所以这里面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我们对内存进行一个迟化 那么对BRPC启动提前分配内存 并且对这些内存的进行memory region 内存注册 那么BRPC申请内存呢 会自动从这个内存池进行申请 保证这个性能 那么连接管理呢 就是我们的 大家知道RDMA里面呢 QPair跟CQ 它创建耗时是比较长的 基本是一个百分比较的级别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是对这个 也是做了一个迟化 对QPair这些 这些结构 对一个提前的申请 尽量数据热路径传输过程 少申请这些东西 直接从池里面去拿 而流量控制 流量控制就是我们发送的过快 不能超出 发送端不能超出 对端的这个RQ的大小 那这里面呢 我们流量控制的过程 是方法呢 是传输过程中呢 不断去交换双方的这个RQ数据的大小 发送端呢 发送的这个SQ数量 不能超出这个RQ大小 以此呢来实现流量控制 那么BRPC这个RDMA 我们接触进来以后呢 一些关键的一些设议呢 就是关键的一些结构呢 我们进行一个迟化 内存池QPAR池 内存池这些 然后尽量呢 要做Batch操作 就我们的 大家知道 RDMA它的Verse API 它耗时其实比较长的 所以要尽量呢 提高什么效率 就是这些IBV PostSend Receive操作 尽量少调用 尽量每次提交 数据要尽量多 就是我们提交一个Wookie 尽量不要只发送几个字节 要不然你同样的Wookie数 你发送字节 其实就很少 你发送的吞吐就很低 所以尽量做Batch操作 就每次提交数据 尽量是Batch提交 然后尽量每次提交数据尽量多 尽量做一个累加 尽量多 然后这个RDMA进入BRPC呢 我们也使用一个Polling的版本 因为基于中段的版本呢 就是性能提升的有限 因为还是受限于线程切换这些 所以提升性能有限 所以我们基于Polling的RDMA 可以进一步发挥RDMA的性能都是 然后通过我们这些以上的改造呢 我们的极限实验 在用物态TCP的基础上呢 进一步降跌了50% 不见性能也是提升的 也是比较明显 然后我们的BRPCRDMA的实现呢 也是即将开源 大家可以后续呢 可以在BRPC就是开源代码上 找到RDMA的一个实现 也可以去试用 诸力业务提升性能 好 今天我内容呢 就全部都讲完了 然后呢 通过这个讲解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BRPC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当初设计的一个思路吧 它的一个设计的考量 充分的理解BRPC的这个性能的 优势的一个原因 它的一个设计考量 那么随着这个业务的发展呢 实际上这个业务的模型 发生了一些变化 导致我们的BRPC设计的考量 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我们BRPC设计呢 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说这些设计的考量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就是根本原因是 我们的业务模型 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一个 网络组件 其实目的最终 都是为了服务业务 助力业务拿到更好的性能 业务满足业务的诉求 那么当业务模型 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些网络组件 也应该跟着发生一些变化 去适应业务的这些变化 助力业务更好 就是形成性能 就是希望 就是今天我的分享 能给大家 在今后的工作中 带来一些启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